緊急煞車的時數大概才30幾 30幾 急煞 直接反過去 這就是一個迷思 不懂的人有時候還會覺得你在邋遢轉 對 這是發出挑戰邀請 對對對對 今天是我們延續上一次的 騎車壞習慣或者是 不安全不建議的行為的第二集 那我們第一點呢 就是關於離合器的部分 如果騎速可達習慣的人 突然跳到擋車 操作擋車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常見的壞習慣 就是煞車的時候 兩手就給它握下去 殊不知我們擋車左邊已經變成離合器了 對 它不是煞車 因為一般的新手 就是速可達經驗會比較多 然後可能會先從速可達入手 然後慢慢變成擋車 但是像我也是 就是一開始是騎速可達去考照啊 然後一開始同期都是騎速可達 那我換到擋車的時候 確實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它是一個習慣 只要你會騎腳踏車 你就一定是左右拉 不管是有沒有騎速可達 你前面一定都先學會騎腳踏車 然後再試騎打車 對 你會有一個後煞車要轉到 另一個地方的陣痛期 那你今天遇到了緊急狀況 你拉離合器拉前煞車 你下意識的身體習慣去做這樣的操作 結果 翻掉了 你是想拉後煞車的 但是它並不是後煞車 它真的中間會有一個轉換的事情 你要把你的左手轉成右腳 對 真的是需要一個習慣的時間 而且這樣做的話 蠻危險 我自己是覺得說 右手拉離合器 你會失去那個 不是 右手拉離合器 左手吹油粉 就是 左手你在拉離合器的時候 那時候你想要緊急煞車嘛 那你當然是需要最好的煞車效率 可是結果 你拉到離合器 那你就先失去了那個引擎的煞車力道 反而會讓你的煞車距離變長 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 這個其實跟第一集有講到就是 不管是腳還是手 其實我們都是 手就是放在握把上 腳就是放在腳踏桿上 要做操作再去做操作 不然 你會改不掉這個習慣 因為大家應該都會有那個轉換的時期 所以這個時期呢 大家就是要稍微 小心一下你的煞車 跟自己洗腦一下說 我今天 左手不是煞車 好 第二點呢 也是跟離合器有關的 也蠻常看到身邊的朋友 這樣子使用離合器 就是準備要停紅燈嘛 然後如果它前面的速度 可能升到四檔或五檔 就比較高速 準備要停紅燈之後 它直接在紅燈前面很遠的地方 就啪啪啪啪 先把它打到空檔 然後用空檔的這個狀況 一路滑行到紅燈停下來這樣 就是這個空檔滑行到紅燈的 中間這一段時間 是不是失去動力 不是很好的感覺 在行進的過程中 建議是讓車輛都保持在有動力的狀態 我在滑行的過程中 如果今天有一隻狗衝出來 那個阿伯衝出來 這個時候 然後我想要閃 可能要補油門閃 但是我沒有動力 我補了 哇 空檔 除非你反應可以 可能在0.1秒瞬間 正確判斷 入檔 對 但是你入檔喔 你可能滑行原本速度很快 但你一路了一檔 它要先蹲下來 對 所以我是蠻不建議說 我已經知道前方 遠遠的就看到紅燈 我就提早先打到空檔做滑行的這種動作 除非有個彈書出現 你今天跑去 沒什麼人車的地方旅遊 就是車況沒那麼複雜 對 你不需要到整個 就是很緊繃的在專注路況的那種情況下 我可以很悠閒 那我旁邊都是空況 也沒什麼車 沒什麼人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是 不太會有突發狀況發生啦 你已經可以確定了 打空檔滑行 這是我覺得 大概唯一 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 在我們的一般市區道路上 是非常不建議做這些狀況 對 因為一般道路的突發狀況太多了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好像跟駕駛班的教學有點關係 只要來考大型重機 就會有一個項目叫做直線煞停 這大家都會嘛 但是它教的煞車叫做緊急煞車 之前就是遇過一個學生 考過駕照立馬就去前車 黑皮騎士 對 但是因為它是來考駕照的時候才學搭檔車 那變成它今天出去牽車之後 突然間我就接到了電話 喂教練 我一直覺得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我每一次都是照駕訓班的停車方式 前方已經紅燈了嘛 我可能已經升到五檔 停下來之後呢 再連續啪啪啪啪啪 打回一檔 它是不是卡檔了 對 就是會打到變成卡半檔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必須要稍微前後移動車 不然就是稍微放離合器 他就跟我講他的煞車狀況 我就說 你的減速方式是錯誤的 我們正常可能看到前方是紅燈 是不是一個檔退 慢慢的退下去 那這中間都是要放掉離合器的嘛 對啊就是慢慢的 讓引擎幫我們也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但是因為在駕訓班 只教升檔跟緊急煞車 對 沒有這種退檔的教學 但我還蠻開心 至少他打電話問 因為他覺得很快 對 他有發現到怎麼會四兜卡檔 對 他覺得怪怪的 這就是駕訓班裡面學不到的 因為他是學緊急煞車 為什麼緊急煞車會這樣子教 沒有時間啊 對 那是一個突發狀況 你光記得住前後煞車都要拉就已經很歐蜜 對 所以你們駕訓班在教緊急煞車的時候 是要拉離合器的 嗯 其實 欸 這就 欸他想害我 聽說有兩種 一個叫做要拉離合器 一個叫做不拉離合器 那我自己 我是希望他們不要拉離合器 因為就會講到前面那個蘇克達的習慣 他會變成忘記會去使用後煞車 我自己是建議他們是不拉離合器的這一排啦 緊急煞車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就是拉離合器 你就是失去了那個引擎煞車的力道 對我來說我不喜歡這樣 就是每一個人的教法不一樣 對啊 你是拉離合器的還是不拉離合器 緊急煞車的 我自己是不拉離合器 我自己也是不拉離合器 我想要最好最短最有效率的那個煞車距離這樣 因為我比較不能理解為什麼要拉離合器 這樣除了你炸到停之後不會熄火的優點之外 我想不到他還有什麼優點 有些人說這樣煞車距離是短的啊 是嗎 那我會覺得說這有半數 轉數很低的話可能會短 對 因為你的引擎還在持續往前 Push你的車 所以你先切斷了動力 讓他不要再繼續Push 再灑 所以那應該是低轉 他們會教說緊急煞車要拉離合器 是為了把動力切掉 不要讓他持續往前跑 這樣就比較可以理解 對對對 不然我自己會覺得 那你不就少了引擎煞車 就看你是覺得哪一派比較適合你這樣 那當然狀況不一樣 適合的派別也不一樣這樣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第三點 就是我們的 過度只依賴前煞車 或過度只依賴後煞車 以我自己來說 我會希望大家一定要學會用後煞車 後煞車它的減速是比較平緩的 那大家常常會講一句話說 前煞為主後煞為補 因為後煞力道本身就比較小 有些新職他會覺得說 後煞車 欸我試過之後這樣減速 比較平緩 很平緩耶 所以變成 我每一次減速都只用後煞車 結果前煞都沒在用 這是最不OK的 我覺得只依賴後煞車比較危險 因為它的煞車力道就是不太好 如果是緊急狀況 的確後煞車 基本上你要煞下來有點困難 但是只依賴前煞車 我個人也覺得它是很危險的事情 有些人是這樣 他真的覺得 後煞車是沒必要的 反正前煞車力道就夠大了 緊急煞車應該也都停得下來 他們會這樣覺得 所以應該建議都是 兩者互相搭配的煞車 是最有效率的方式這樣 所以常常會講嘛 前煞車的煞車比例是多少 前期後三 對 是的 不要忽略其中一個 但不是說只用後煞車忽略前煞車 因為你若只單用後煞車緊急狀況 煞不下來嘛 但單用前煞車的話呢 也很有可能發生危險 這個危險是什麼 翻車 你按太多 對你按太多了 結果往前前輪鎖死嘛 如果沒有ABS的話 鎖死直接蓋棉被 很多人會有一個錯誤的迷思 我的車有ABS 我是不是可以單拉前煞車 之前我光在駕訓班就有人翻了 我們駕訓班都有ABS 當時使用的車款是YAMAHA的MTA 077 我不知道現在的避震有沒有改善 當時的避震很軟 會變成說光在駕訓班裡面 緊急煞車的時速大概才30 40算快了 30幾 急煞 直接反過去 因為前叉觸底 對 雖然它有ABS 但是因為 錯誤的操作方式 還是有可能會發生危險 再來就是一個 我也是有點不太理解的 很迷思 第四點 不必要的退檔補優的動作 其實要先學會退檔補優 就已經不太容易了 正確的退檔補優 對 你那個銜接點 你都要抓正確 我也遇過有些 剛來考駕照 擋車都不會騎喔 就先問說 當然你介紹退檔補優嗎 擋車都還不會騎 不會騎喔 就是他覺得那是 上路之後 完全必要的東西 我覺得不是 因為當我學會之後 我發現 很少用 對 沒有什麼時機 我個人其實也是 在一般道路上 我在騎的時候 我真的也很少用 到這個技能 所以你說的不必要的時候 就是一些 可能速度本來就很低 轉速就很低 你就退檔就好了 變成他 為了要學這個東西 每一次的降檔 即使他轉速很低 他也在補優 然後有時候 就會在路上看到一些 你在看他檢測的時候 就發現他一直這樣 因為正常啦 我們在使用 就是退檔補優這項技能的時候 是讓我們的退檔 可以更平順 我真的只有在騎CB150的時候 會用到 那時候真的就是 高轉速要降下來的檔位的時候 因為CB150他沒有滑力嘛 所以他的盾挫會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我就會想說 反正無聊 我剛學會 來用一下好了 然後就用一下 是蠻順的 就是你說必要嗎 我覺得還好耶 你就把他的轉速降下來 然後再降檔就好了 就是一個 附加的技能 然後可用可不用 不是說每一次的退檔 都一定要加上補優這個動作 我今天 車輛有快排 車輛有滑力 那真的不太需要 對 很像就真的不太需要 所以你是碰到很多人 他覺得 每一次的退檔 都應該要補優這樣 對 所以他到低轉 都在補優 那他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他覺得一直衝這樣 他不覺得奇怪 所以我會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先把 順暢的 一個一個檔位退檔 這個操作 都先練熟 你再去學 退檔補優這個動作 而不是說你這些都還不會 就想要學到更進階的技巧 對 因為我覺得退檔補優真的是 有先情意志 再去學 你在騎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那的確是 會比較平順 可是同樣的 你把轉速降下來 然後再退檔 正常的退檔 那也一樣會得到 平順的降檔 這就是一個迷思 不是什麼退檔都要不用 這真是一個很奇怪 不知道從來冒出來的迷思 就是我覺得很多人 他會想學這個 可能會覺得很帥 欸你說帥嗎 真的蠻帥的 就是 你說屁嗎 真的蠻屁的 就是你看喔 要停車 然後結果 大都安靜一點停下來 就只有我自己在那邊 蹦蹦蹦 因為你知道我騎CV50的時候 他那個聲音不算大 所以我在 某一次在山路騎 然後要停下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欸試一下好帥一下 蹦蹦 然後 欸 嗯 蠻帥的 就是 他有一個 不是自我感覺很好 然後剛好旁邊有一點的 嗯 蠻帥的 就是有那個聲音 那不懂的人 有時候還會覺得你的邋遢轉 對 在台中這樣很危險喔 就是發出挑戰邀請 對對對 就跟按喇叭一樣 跟拉轉 就是發出挑戰邀請 好那最後一點 第五點 停車一定要放雙腳踩安全 其實這個東西啊 如果你的腳夠長 你身高夠高 你放雙腳下去 都可以整個平踩 我個人覺得可能就沒什麼問題 無所謂 單腳雙腳都平踩 但是像我這種 明明就也不高 就160而已 但是又給人家騎那種很高的車 坐高都8789的這種車 我雙腳反而是很癲 像芭蕾這樣 對對對 但是我放單腳 我讓重心偏向一邊 其實我的腳能接觸到地面的 面積是越大的 反而是更穩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小隻的人 雙腳踮 踮在那邊 就是在跳芭蕾 還不如你就是歪一邊 然後單腳平常這樣 建議放單腳 這個部分是不是還有一些學員發生過 真的實際案例也是有 就是 他會先放兩隻腳下來 然後停下來的時候 就剛好兩隻腳嘛 他的身形也是 都是要這樣踮 他需要踮腳 對對對 你需要踮腳的情況下 老實說 倒車的風險一定也 也比兩隻腳可以平踩的高吧 他今天停車也是前後煞 都有用喔 這是一個好習慣 對 非常好的習慣 快要停下來之前 他為了要先讓兩隻腳放下來 他把後煞車放掉了 然後車輛還在持續滑行中嘛 這個時候 他為了要完整的停下來 他用力的拉了一下前煞車 結果 車頭下沉了 車頭下沉 彈回來你覺得還好 因為車頭正嘛 但他只要一歪掉 彈起來車頭歪掉 那為什麼會歪掉啊 有時候會有幾個狀況嘛 有個人孔蓋 剛好把他的車頭打偏了 我會建議啦 停車的時候就是前後煞 煞到完整的停下來 下左腳 對 那有一個突發狀況喔 就是 就是特立斜坡 你今天如果 我停在這個斜坡 那我要怎麼放單腳 我要怎麼放左腳 我碰不到對吧 所以我們這種身形比較小的 其實會比較 更專注於道路的狀況 是因為 我遠遠的就要先查看好我的後腳點 他停下來之後 但是我要讓自己知道 所以我重心就要偏右 對 因為我要放右腳下來 因為說到比較高的那邊 對 其實這個 不管男生女生其實都一樣 跟身高其實也沒有關係 其實跟腳長比較有關係 如果你需要電量的腳的話 那你不如就是放一隻 平踩或是踩更多一點這樣 但是還是要注意道路的狀況 你的落腳點 對 如果你是斜這邊 然後你要踩左腳 那你會踩空 很多人倒車都是因為 你沒有觀察到落空 然後發現 對就踩空 然後一個突發狀況 你不是說撐不住 但是它突然的往下倒 沒有第一時間就倒 那就真的倒車了這樣 好 那以上五點呢 就是也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身邊也有車友 就是發現他們有一些 你覺得是壞習慣的行為 那也可以分享在留言區給我們 就是讓大家可以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危險 跟不安全的行車狀況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我們的雞腿教練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